哎 这不是对折膜 我们膜是对折的啊 分开 分开做对折的 然后我们膜是直接放到上面去 直接放到这上面去 对边 那个风口的在左边 风口在左边 不风口的是在右边啊 不风口的在那边 看啊 从这个震轮这里 这有个震轮轴 一个震轮 震轮轴经过这个震轮 经过这个震轮这里 再经过这个黑色胶滚啊 胶滚这有个 这有个 压住膜的 压膜 抬上去 对 抬上去 再经过这个膜 过来 过来 把这 穿轮过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放下去 放下来 放下来 经过这里有个靠 微动开开来感应这个电机来带动那个膜 好 你看 它抬 它只要这个抬起来 这个有个电机 它有个微动开来 感应一下这个膜 它就智能会转 这里这里这里讲一下 分开 这里是把膜分开 对 膜分开 好 来 再经过这90度 转一圈 好 再经过这90度 转一圈 好 然后我们轮站前面去 轮就在这边了啊 看一下啊 它这里 采用了上下两个三角板 这下面有个 就在这里下面 这里拍这里 我手这里啊 这有个皮带 我们膜是从这个 中间过去啊 它上下两层膜 你看啊 看一下我怎么穿 我们把膜分开啊 膜分开 分开之后 我们膜是从 得是这个膜啊 下面 膜是这样 这个头永远是在左边啊 永远是在 开口在 左边 在左边啊 然后我再看我一下这个 平铺 打开 看一下啊 把它 拿住下面一层 下面那一层啊 单片的膜啊 单片 下面一层 从这里过去 膜从这里过去啊 看一下啊 这里这里 看啊 下面一层的三角板上 顶过去 折一下弯的时候 这个膜就在这下面了啊 看一下啊 你看我这膜已经穿好了 瞰ует 这里 这里有个杆子就撑膜的啊 撑膜把它撑起来 然后把它 从这样翻过来拉一下 上下膜 你看这个头就已经在这边了 开口在那边 然后把它夹到同步轮这个地方去 上下膜把它拉平 拉平之后这里的膜也要拉平 也要对平 不能它会跑到轮子下面去 夹不住膜 这有个送膜的 还有一个封签 插好之后我们把膜 先封签掉 封签掉 然后再送膜 再有个送膜 送膜我们再把它切掉 走个二三十公分 再切掉 再走 它有个肺料 这个肺料要把它留起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掉 然后我们再留肺膜 好 再走 我们要留肺膜 来绑住下面肺膜 反弹的地方 好 这够了 够了 我们这里穿膜 这个穿膜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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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经过这里 经过这里 这个多的 这个有时候穿也可以 然后就在下面了 从下往上 往上 对 这还有根杆子 这里还有根杆子 这里 从这里穿上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背膜 背膜 把它扭 再扭一下 扭这个 反正要扭 反方向扭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肺料 绑到这里就可以 就绑到一根上面 它会绕起来 就可以 它自动会转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 开启自动来 就可以 正常工作 嗯 对